我是中国高军 你接近我哪里头 立即离开 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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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派案惊奇》,我是大宇。 中共军机是频繁的骚扰台湾空域,自从8月初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海军军舰也开始时常的出现在台湾周围的海域。 在海峡中线,台湾中华民国的军舰差点为了拦截中共军舰,采取撞击动作。 共匪把人逼到了这份上,很多人都感到忍无可忍。 这不,美国军方在8月28号就有行动了。 这天,负责印太区域安全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派出两艘巡洋舰,通过了台湾海峡。 目的是宣示国际法保护下的海洋巡航自由。 但是,这是中共一直跳脚反对的。 可是,美军根本就没有理睬过中共战狼的叫嚣。 而且,这是佩洛西访台之后,在台海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刻采取的行动。 这就说明,共军在台海的张牙舞爪并没有让国际社会退缩。 反而是激怒了别人。 咱们讲这话是有根据的。 因为这次美军不只是派军舰巡航台湾海峡。 就在同一天,美军的一架军机还静止插入了中共国的领空。 实际上还是共军挑衅在先。 也是在28日,共军军机先后8次闯入了台湾的西南空域, 进行骚扰大摇大摆的目中无人。 结果与以往不同的是,共军飞行员在回程的时候, 可能突然间发现,旁边怎么多了一架飞机啊。 仔细一看,居然是美国的军机。 目前外界还不清楚美军这架军机的型号。 他也是先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受到台湾空军的广播提醒。 这说明美台双方之前并没有沟通会安排这一动作。 但是美国军机是静止通过了西南空域之后, 直接插入中国领空,位置大概在福建省的平潭以东。 平潭当地就有中共的空军基地, 美国军机也没有理这茬, 飞入中国领空后,贴平潭贴的非常近。 最后到底是飞到了什么位置, 这个外界还不清楚。 但是共军派军机拦截美国军机的双方对话, 被台湾的军事迷通过相关的渠道给追踪记录下来。 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否则我将于拦截。 I am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rcraft, conducting lawful military activities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以往都是中华民国的空军, 要求中共军机立即离开。 而共机就像是点了循环播放的按钮一样, 一遍一遍地往台湾西南空域去, 凡也把人给烦死了。 这回出现的堪称是奇观, 是美国军机在共机热热闹闹地往台湾飞的同一天, 反过来去了中共国的领空。 面对共机飞行员的威胁警告, 美军飞行员很坦然地用英语回答, 我们在执行国际航行权。 对啊,中共喧嚣说台湾是其一部分, 可是你又是国际的一部分。 按照你中共的逻辑, 你既然是国际的一部分, 那美军飞行员飞过去, 这没毛病啊,对吧? 这美军飞行员回呛的也是很厉害。 从目前台湾军事迷专业提供的地图来看, 如果真像地图标示的那样, 那美军战机很可能是真的飞进了中国的领空。 至少是打了擦边球。 从地图看都快到了海边了, 可中共到头来也没敢怎么样。 只不过实现了胡锡进的那句话, 就是伴飞。 他也就只敢伴飞。 这一次美军战机这么做, 如果是美军有意的, 那就是配合美军的巡洋舰跨越台湾海峡的行动。 对8月以来咄咄逼人的中共在台海的所为, 做一比较强硬的回击。 但这种单刀附会的做法, 谁知道是不是在台湾周边国际海域巡航的某位美军飞行员, 看不惯共军所为直接飞到大陆沦陷区的领空去呢? 虽说咱们有的朋友会这么想, 不过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越专业的军队, 纪律就越严明。 如果没有上司的安排, 也没有被给予变异形式的权利, 那军人是万万不会自作主张的。 所以这一次美军军机进入中共国的领空, 几乎可以确定是美国军方受益的所为。 如果像共机扰台那样, 再接下去也成为惯性, 那对中共将是极大的震慑。 而且作为世界上海外驻军规模最大的国家, 美军在全球的布局由以位于亚太的日本为重。 在美军全球80个国家的大约750个军事基地中, 仅在日本的就有120个基地, 在全球首屈一指, 服役的美军人数达到了53000多人。 本次佩洛西访台之后, 中共朝日本海上专属经济区设了5枚飞弹。 恨得牙根痒痒的不只是日本政府, 在日本的120个美军基地, 也是眼睁睁看着中共把小鞭炮扔到家门口。 不作死就不会死, 中共可以尽情表演尽情的作也快了。 其实何止是日本, 韩国还有至少73个美军基地, 数量上在全球排名第三, 有现役美军25000多人。 那也就是说, 在中共国旁边的日韩两国, 有将近200个美军基地, 还有总计将近8万名美国的现役军人。 还是很热闹的, 就看共军有没有这胆凑着热闹。 不过比较可疑的是, 近年总有一些大陆人漂流到台湾的报道。 自从之前有人乘坐小汽油艇横渡台湾海峡到台湾本岛之后, 那么8月28号凌晨, 距离大陆厦门市只有约10公里的台湾金门岛, 发现有两个自称是渔民的大陆人, 漂流靠岸,身上有多处的擦伤。 自称是从厦门去的,意识清楚, 但是四肢比较无力,被金门的当地人送往医院去诊治观察, 对他们还挺好。 但截至目前,对这两个人的具体来历还是不很清楚。 两个自称渔民的都是男性,一个31岁,一个是27岁, 都是90后年轻人,而且根据他们自己的描述, 是游泳到金门的,而且还带着背包行李, 比较让人傻眼。 现在有台湾的政界人士说, 对这两个人有伤救治当然是没问题, 但是要查清楚背景。 如果不是共谍,那从他们背包游泳到金门的做法来看, 就是润,润过去的, 怪不得润字有三点水, 就是这个润法很危险, 金门和大陆之间的海上检查一定是非常森严的, 这样游泳游过去也是要冒很大风险。 现在没调查清楚之前, 这件事还是没有结论的。 不说这件事了, 就说其他的, 那些提前离开中共治下的中国人, 不能不说还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中共之后, 没准还要折腾出什么新的花样来。 中国大陆有一个中国历史研究院, 一间中共领导下的学术机构, 初看这个名字吧, 人模狗样, 以为是什么衣冠楚楚的学者在那搞研究。 但是呢, 最近一篇他们的论文出来, 还是蛮吓人的。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衣冠楚楚, 衣冠禽兽倒是有的。 这篇文章的名称是, 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 明清池, 闭关锁国心探。 文章说了一大堆,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闭关锁国好啊, 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近代落后是错误观点。 闭关锁国能够反侵略, 反殖民, 反海外敌对势力的干涉, 反文化渗透等等作用, 大赞清朝的闭关锁国。 还起了个新名词, 不叫闭关锁国, 叫自主宪官。 就是政府决定国门是不是开放, 以及开多大的问题。 还举了个例子, 说明朝主张海禁, 是为了保护本国人民不受外国敌对势力, 到大陆取得后勤补给和情报, 并不是针对海外各国。 那这意思就是说, 今天中南海如果下个令, 说渔民不许出海捕鱼了, 为的是你和国家的安全, 那也就合情合理了, 是吗? 其实清零政策就是这么搞的, 以安全之名行独裁暴政之时。 这篇文章今年6月发表, 其书只是在研究院自己的网站上孤方自赏。 那么8月24号不知道谁脑袋发懵, 给发到了全网上公开。 结果变得万马奔腾, 还不是一般的马, 是那种马, 在网上被骂翻了。 这绝不是偶然的一篇论文, 而是当局真的有在考虑各种应对未来危机的选项。 闭关锁国也一定是其中之一。 这篇论文呢, 一来给闭关锁国这个选项, 找点理论依据, 二来呢, 放到网上测水温。 测水温的目的不是说你反对了, 就不这么干了, 而是呢, 了解人们都什么反应, 如何反对, 把他们搜集起来, 然后再想办法, 怎么叫你屈服于他的任何政策。 8月25号, 那美国的拜登还说, 他说呢, 根据他自己对习近平的了解, 习近平和他的权力圈子, 正在想弄清楚他们要走向哪里, 如何处理所走的方向, 但是他们不是很确定。 如果拜登这会脑子没糊涂, 那他呀, 这句话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就说呀, 面对中国的重重危机, 中共自己现在都没有解决的良药, 对何去何从呢还是茫然的, 对之后的路存在不同选项, 再摸索, 或者呢, 准确点说, 再瞎懵。 这是一方面。 那另一方面呢, 新平当局为了权力, 为了啥也没有的政绩, 总是在错误的路上要坚持走到底, 一百头牛都拉不回来。 就说这个清零政策, 现在不仅仅是针对病毒了, 已经发展成了对中共体制内官员的 忠诚度的考核。 文病毒色变, 人人自危, 稍有不慎, 乌纱帽不保。 这也是我们看到的, 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可悲可笑的 清零措施的背后原因之一。 比如在西藏, 最近爆发疫情, 根据中共官媒《经济日报》隐具西藏日报的消息, 说呀, 因为没搞好清零, 8月以来被问责的官员超过105人, 其中17人直接丢了乌纱帽, 这是中国内地的普遍现象。 就说清零不只是民间有怨言, 官场内的至少是中下级官吏, 也一定是有不少人敢怒不敢言。 体制内外都被清零给搞恶心了, 可是中南海依旧乐此不疲, 踩着油门的脚用胶带给捆死了。 当然这里不是给中共的官员找借口, 在意与不意之间的选择, 没有什么被迫而为的道理。 为保个人的乌纱帽行不易, 那能说这是好人吗? 也不是什么好人。 在重庆沙坝一个街道社区, 即便全体人员核酸检测阴性, 依旧是封了十几天。 当地人不忍了, 上千人集体出来反抗, 要求解封。 当局出动了武警还有军队, 甚至还有民兵, 不过这次反抗还是取得一定效果。 这地区的民众给自己争取到了解封。 那么重庆同时也经受着酷热还有干旱的折磨, 民众很不易。 不过中国现在天气也够怪的, 南方热的不行, 可是在北方的张家口, 8月26号当地气温突然下降到零下两摄氏度, 庄稼不少都被冻死了。 而在8月27号, 辽宁多地降下大冰雹, 有的地方比鸡蛋还要大。 南北天气迥异, 一边是清零折腾, 另一边干旱还有各种天灾紧跟。 中国经济损失惨重, 中共政府为了创收, 要变着发的割韭菜, 罚款便是快速创收的另一个捷径。 最近不少地方的大陆民众反映, 收到不合理的罚款。 比如在郑州, 有的汽车司机一下子收到了五张交通罚单, 如此烂罚, 真的不怕遭雷批吗? 可这都是小数目, 对于大企业流量明星的各式罚款, 有的是达到了天价数目。 这早就被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了。 那哪是罚款呢? 都是在创收。 到了关键时刻, 任苏联当爹, 在井冈山长大的共匪, 还得是玩土匪那一套比较在行。 前两天有个前辈还跟我聊天, 说到了大陆房子的70年产权的事。 这个政策大概是80年代开始的。 那么也就是再过一些年, 有些人的房子产权就到了。 当初是自己花钱买的房子。 70年产权到了, 这还算不算自己买的房子呢? 是不是还得要再买一遍呢? 这些都还没有定论。 但是您别急, 虽说那会儿共产党可能 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但是假如他还想再割他把韭菜, 他八成会在这70年产权的事上 再捞你一笔。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关注我在新平台 干净世界上的另一个频道。 那链接呢, 会在今天的节目留言区置顶。 那么我在Telegram上面的官方公告群 是TWMI斜线大宇News, 观众讨论群是TWMI斜线XWPAGQ小线US, 节目新疆是xwpajq.com 也欢迎您订阅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 并点击小铃铛, 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 那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